不然我暴女王骑马一枪两个怪 暴娃秘迹 寿命的妈咪 哈喽宝子们 宝宝来了 有一家公司 它不辞辛劳 努力耕耘 它穿着成为猎猴圈第一游戏平台的报复 一步一个脚印发展至今 莫不作声地成长为了 当仁不让的业界扛把子 它就是Gala Games 目前Gala已经发布了多款高质量游戏 我们一起盘点一下吧 第一款 Superior 当所有英雄都变成怪物 地球就只能交给凡人来拯救 Superior就是这样一款游戏 可以追捕堕落的超级英雄 击败它们并获取力量 升级自己的英雄 主打多人PVE战斗 购买了通勤之恩的玩家 现在已经可以参与早期测试了 爸爸有心提醒 弹压并不是无限的 不同的怪物也会释放不同的招数 事实的利用技能迂回 清怪是不错的战斗策略哦 第二款Mirandos 这是一款开放世界MNORP 玩家扮演中世纪的角色 可以追随君主 可以四处交易 也可以浪迹天涯 游戏支持庞大的生产 交易体系 这意味着玩家可以通过游戏 获得有价值的数字资产 不过MNORP类的游戏 都会需要投入比较多的时间来玩 装备耐久度的平衡性 也是一个令人头大的问题 游戏已经推出过多个测试版本了 宝宝已经坐等他的正式上线了 第三款Legends Reborn 这是一款对表螺丝传说的卡牌游戏 卡牌中的人物都变成了 棋盘上活灵活现的生物 为你的胜利占到最后一刻 Legends Reborn将更多技能和特效 融入经典的卡牌对战中 不同身份的棋手 有不同的卡组和特性 个性分明的人物角色和配乐 将氛围感直接拉满 虽然游戏还在开发中 但已经运行了几个Alpha了 对卡牌游戏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一下哦 第四款The Walking Dead Empires 这是一款丧尸题材的生存类游戏 关注宝宝的宝子们都知道 宝宝最喜欢丧尸类游戏了 不同于求生之路 那些经典游戏的FPS玩法 在这款游戏中 玩家是以俯视视角操纵求生者 还能和队友一起搭建避难所 抵御失潮 寻找补给 可惜的是这款游戏还没继续上线 不然我暴女王起码一枪两个怪 第五款Fortitude 部落冲突是这几年经典的塔防恋游戏 这种游戏形式 该老爸爸当然也不会落傻 游戏主打在黑暗的西幻世界中 建立自己的营地 派兵出征和其他玩家批育批战斗 窃取资源 发展基地 玩法露出基本一致 不同在于Fortitude 有更加精致细腻的建模 并且赢得的资源是真的可以兑现的 当前进度对比路线图有所延期 不过应该快要面试了 除了上述几款精品游戏外 该老还推出过红极一时的Town Stars 这是爸爸曾经做梦都在干的游戏 另外像上一期2022年度最佳猎游Spider Tanks 爸爸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感兴趣的宝子们快去看之前的介绍视频吧 目前该老还公布了其他几款正在制作的游戏 包括有太空题材的游戏 回合至RPG游戏 还有三箱游戏 各种类型的游戏应有尽有 每一款的质量可玩性都非常高 宝子们对哪一款感兴趣呢 欢迎留言告诉爸爸哦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报完秘籍说明的妈你 下期见拜拜 拜拜